好,这节课开始的话,我们就正式的来讲解一下16种抠图的技巧啊 那么在抠图技巧之前啊,这里呢,我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去抠图的时候,一定不要着急 就是我不要一拿着这个图片,我就想着我要去啊,怎么去抠它,我把它去抠出来,不要这样啊 那么对于我们啊,当然如果说你的基础非常好,同学来说,那么啊,你可以这样做 但是如果说你的基础一般的同学,我建议你在抠图之前,先干嘛呢 去进行一个抠图分析啊,什么叫抠图分析啊,就相当于你做题目,对吧 我们拿了个题目,你不是一上来就直接做吧,对不对 除非那种啊,技术很好的同学,天赋很高的同学 那么对于我们基础不太牢固的同学,你要怎么办 是不是要认真的审题啊,对吧 所以说抠图啊,它也是一样的,那比如说怎么审计呢 第一个就是对象图形的一个分析啊,什么叫对象图形的分析啊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啊 那看一下,那么如果说我们要抠一下这张图片的话 那么怎么抠,它该怎么办,它是怎样的,这个对象 对吧,很多人就不知道怎么分析了 啊,这个图像啊,就这样啊,对吧 它还能怎么样呢,是不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张图片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规则的图形,能理解吧 对吧,那么我们第一个分析的就是怎么样 它是否规则啊,第一种叫做规则图形 那另外一种,比如说这张图片,对吧 那如果说我让你抠里面这张图形呢 那么它是一个什么图形 它是怎么样的,它是不是一个不规则的图形啊 对吧,所以说规则图形的一种扣法和不规则图形的一种扣法 是不是不一样,能理解吧 好,那么对于不规则图形啊 我我就没有方法了,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再对它的颜色进行分析啊 那么怎么进行颜色分析啊,对吧 那就是第一个,颜色它是否分明 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啊 这个人物和这个背景 他们的颜色是不是非常的分明啊 那我是不是只要做到一个 把它的背景给它去除掉 那这个人物是不是就抠穿了 对不对,这是一种颜色是比较分明的啊 那有的时候,而这个颜色 他们之间也不分明,那么怎么办呢 那可能呢,它的轮廓 就会比较清晰了,对不对 那什么叫轮廓清晰 那你看这个啊,这个鸭子 它的轮廓应该来说是非常清晰的吧 对不对,那对于这种轮廓清晰的 那我们呢,同样有更多的好的方法 对吧,那有的时候又碰到啊 老师啊,我这个颜色也不分明 它的这个色彩,它的轮廓也不清晰 那么怎么办呢,对不对 是不是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啊 那么很多时候啊,如果说真的碰到了这种 那么一般情况下你可能是就是 就是扣不出来,那么怎么办呢 两个字啊 放弃好吧 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图片 你都要抠出来的 有图片它根本就没办法抠啊 对吧,有图片那马赛克严重 你怎么抠呢 是不是,所以说啊 我们在抠图之前 最好是尽量的去进行一波分析 那么第一个这张图片 它是规则的吗 规则的图形的话 那我是不是很好抠 那不规则图形怎么办 那我去看它的颜色 它的颜色是否分明 它轮廓是否清晰 对吧,你把这个搞定之后 抠图你就有了思路了啊 对吧,对吧 对吧,对吧